到今天为止 我们已经分手67天了 在这段期间 我的脑海里总是浮现出她的身影 这是我们交往的第58天 我俩第一次去游乐场 也是你第一次夸我勇敢 这是8月份的一个傍晚 我们走在路上 你突然把我两只脚的鞋带系到了一起 我多希望你现在也能在我身边 这是你送我的第一份礼物 当我看到那句话 遇到你用尽了我所有运气的时候 我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 可为什么不久后你却与我分手 亲爱的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大家看的这个小片 他一直在说一本日记 对吧 这个日记里面记录的应该是他们交往的点点滴滴 现在我们掌声请出男生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江28岁 来自黑龙江 是一名工人 来 有请 有请小江 你好 主持人 好 这个应该就在小片里说那个日记是吧 对 是的 爱情 私一路 今儿来是为什么呀 今儿来是想和我的前女友那个求复合的 求复合 这是我们在谈恋爱期间一起发生过的事情 你都给记下来了 对 拍成照片之后了 我给都写成照片贴在这上面 这是你们当初谈恋爱的时候你就记的日记 还是说人家离开你之后你补记的 离开之后 所以叫私一路嘛 2015年8月31号 这一天我们刚吃完饭上完网 回家的路上拍照片 你看 洗下来了 后面是那个 是吧 3月9号 内心很彷徨 有一点动摇 有一点坚定 爱情说出来很简单 可是要做到真的很难 拿着吧 他今天要不跟你回去怎么办啊 我还会努力的 直到追回来为止 这辈子你要追不回来了呢 那我就等他一辈子呗 真的假的 真的 今天有点较劲了啊 三位老师 接下来我们请出他的前女友 掌声有请 小林24岁 来自黑龙江 是一名职员 来 有请 有请小林 来 哎呀 这在门背后已经哭得稀里哗啦了 姑娘为什么哭啊 姑娘您好 没有什么为什么 我就是想不明白 为什么 我们会走到现在这一步 你们为什么分手呢 姑娘 你能告诉我们吗 我这人吧 打小了就是咋们惯了 但他呢属于特别传统的那种人 我们俩分手最主要原因就是 过年的时候 我这是心大 我没怎么理他 然后他吧 就是说说话 话敢话 他竟然说我 问我懂不懂什么叫做矜持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一个男人 能对我一个女人问我 什么叫做不懂矜持 你这是对我人品的这一种质责 他说了你不矜持的话 你选择了分手 是吧 对 就一直闹到今天是吧 是的 哪些事 就是有一次我在大连生病了 完了他来照顾我 发高烧嘛 头就是比较那个晕晕乎乎的 完了我就躺床上 十一点多的时候躺床上 就迷迷糊乎 就是要睡着 就是半睡半醒的那种状态 完了之后他照顾我到十一十二点 他自己因为第二天他也需要上班嘛 他就实在熬不住了 那他也睡着了 完了我之后是两点多醒了 醒了之后 我就发他那个手机聊天记录 他管他一个网友 叫老公 首先把这个所谓的老公嘛 这就是玩网络游戏嘛 跟人结婚 跟人结婚吧 他也知道那是游戏 他也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其实我这比较懒 我不爱智商 他非得磨叽 然后我也跟他说过 因为聊天我一直 我手机的所有的密码 他都知道 你说我要真有什么事 我能告诉你密码吗 是 当时我也认错了 我说这种说 我游戏我不玩了 我说是玩这游戏 没顾虑到你的感受 那游戏我是不是都直接删除了 我就此以后我再不玩了 是 主持人他就是这样 他什么事情都是一件事情 很久的事情 还拿出来继续说 对继续往下说 还有什么事 有一次星期二的时候 他晚上陪朋友出去吃饭 完了唱歌 一宿没回来 那天是晚上九点的时候 我给他打电话 我说你在干什么 他说他在吃饭 我也没有介意 之后11点 我又给他打了遍电话 他说他在陪朋友唱歌 我说你早点回去吧 他就生气了 说我和他妈妈 对他那个约束比较大 他没有自己的自由空间 说我们一会儿一个电话 一会儿一个电话 他在他朋友那边 就是特别没有面子 等到了凌晨1点的时候 我给他打电话 他说他在陪朋友唱歌 把他说今天晚上不回去了 我说那你陪什么朋友啊 就是唱歌不回去啊 他说就是一起在一起挺长时间没见了 我当时我就怀疑了 他去陪那个早上给他发红包的那个人过小年 把我一个人晾到了半夜11点 我连饭都没吃 那到底是去奶奶家了还是去 我去不去奶奶家有证据啊 奶奶奶还能帮我撒谎吗 是 最后是他奶奶帮他澄清了这件事情 但是之后你回到家呢 我就是看就是早上发红包的那个 他们两个的聊天记录 我说我看一眼吧 没有了 删了 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删呢 我为什么删聊天记录 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你不明镜了吗 主持人是这样 在那之前嘛 我朋友吧 就是说 我过完年可能要去外地了 去外地了 然后你想不想我 你想我我就不走了 我说开玩笑 我说那你别走了呗 那就这么一句话 他就这一句话跟我吵了三天 就这种情况下 我能不删聊天记录吗 我不知道我说什么话 能再让他猜忌我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吧 你为什么来这儿啊 其实我对他也挺放不下的 怎么放不下呢 我听你们俩这早就该分呢 信任都没有 还谈什么恋爱 其实他对我真挺好的 像我们俩刚认识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只是普通朋友 我生病了 那时候我有男朋友 就我们俩很早就认识了 我俩认识最起码有将近三年时间 我那时候生病了 我那男朋友直接就消失了 是他 一直在医院照顾 而且还说 我怎么不生病呢 谢谢 林洛老师 你们看这一队怎么办吧 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问界 恋爱的时候最要命的 就是怀疑 跟吃醋有本质区别 你比如说他跟别人出去唱歌 卖水果的送了他13块1毛4 你可以吃醋 这是正常的 你的酸 控制得当的话 在他那可能变成甜 你看我男朋友多在乎我 但是弟弟 你把本来的吃醋变成了怀疑 把醋酿成了毒药 反过来女孩 你爱他吗 爱吧 爱吧 你爱他除了他对你好之外 还有别的吗 还有他傻 怎么傻呢 他不知道怎么能把自己释放出来 实话 我不觉得你爱他 但是吧 但是我觉得 他适合我 但是前提是我们两个人 他对你的好适合你 他对你的怀疑 就不适合你 也可能有很多错吧 他对你做了很多事适合你 对你百依百岁 背你上楼适合你 但是他不善表达就不适合你 他的怀疑 这个毒药你咽不下去 这一点不适合你 所以分手 对吧 妹子你不爱他 你只是感动于他对你的好 但是你们俩不合适 不合适 就不要在一起 谢谢 谢谢马老师 许总 刚才女孩说到一个细节 当你和前男友还没有分手的时候 你生病了 前男友消失 你去了 对吗 对 你一直喜欢他 对吗 对 你们在一起 是不是跟你在他最无助的时候 去帮助他 去陪伴他有关 而恰恰那会儿他还是有男朋友的状态 当然 今后他可能是跟男朋友之间有很多的矛盾 分手了 不一定是因为你 但你一定是一个促使完成他们分手的一个原因之一 而在你潜意识里面 你知道 既然你在有男朋友的时候 你能够接受我陪伴你 你可能会就会觉得 那今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有人对你好 你也可能变心哦 第二 你告诉我内心深处 你觉得他喜欢的那种男生 是你这样的吗 我自己认为他喜欢男生 我占了一半 你占的那一半是对他好 对不对 对 我心细嘛 你不占那一半是什么 能说会道 对 所以你极度没有安全感 其实你说你要矜持 你其实想表达的不上的矜持 我告诉你他想说什么 拜托能不能专一一些 我们正常思路去想 在你有了男朋友 你在游戏上会管人家老公吗 你有没有自重 我没有 我这我承认 有没有尊重他 没有 为什么 因为你根本就不喜欢他 你要的就是他对你的那点好 冷静地想想到底自己喜欢什么 真正的爱 才会真正地去付出 好吗 冷静地想想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 那个日记本 是写给自己的 它不是写给你的 一个真正把你珍惜在心里的人 一定是当时就记下来了 任何以回忆录的方式来呈现的 无非是对自己的救赎而已 你一定很痛苦 为什么他有的时候对我那么好 有的时候却要这样的侮辱 他对你好 对你专一 抱着你 背你的前提条件 是请你也用相同的方式来对我 如果没有 在刹那间他就会变成 最不能容人的那种人 是我的错 所以你很痛苦吧 你想要这份专注 但是这份专注 也牢牢地束缚着你 他内心认为 你为什么不能够 自我好好的约束 以我对你同样的方式来对待我 他是这样讲 但其实他也很纠结 我对你已经足够好 但为什么你不能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我 但是说句实在话 经过了今天 即便他泪流满面 你认为经过了今天的节目之后 他能用对你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你吗 他从此他就会有心有肺了吗 你觉得能吗 不能 他就是这么个人 他如果 我是真的那种 是真的那种对任何事物的看法 很有自己的了解和主张的人 他不会那么容易被你所感动 其实在我看来 你喜欢的不是他 你喜欢的是你所想象的那个他而已 所以我认为你们两人之间没有这么 没有必要这么痛苦 其实分开 暂时的痛苦之后 应该是彼此怅然的生活 但没有必要这么牢牢地揪在一起 如果你不能放下自己对于对方的苛刻的话 你很难找到 你书里面写的那个人 如果你不能放下你的成见 和对对方的这种所谓的判断 你一辈子也找不到一个 能够跟你一样爱自己的人 分开吧 就这 别那么矫情了两个人 好吗 想清楚 我到底爱不爱他 我愿不愿意 接受他身上的所有 如果愿意接受 往前走 不愿意接受 趁早 别折磨自己 别折磨对方 好吗 好 知道 来 黄金六十秒 其实 我们两个发生的这些事情 都是因为我 自己心 内心狭隘 太以自我为中心了 我跟你 带来了烦恼 带来了 痛苦 我现在 真的想改变 也愿意改变 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其实 我不够对你用心 我真的不够对你用心 可以说 我之前可能是骗着我自己 但是 你拿什么都让我相信你 其实我想相信你 哪怕你最不好 但是我知道 再给你一次机会吧 我最后有一个提醒 生活都是由无数细节勾置而成 我要你脱鞋的时候 一度差点摔倒 如果一个真爱你的人 怎么会舍得你摔倒呢 这就是别人说的 只有在应急事件出现的时候 才能看到真实的关系 和一个真实的人 没有发生事情的时候 人都是好 真的发生事情的时候 所谓好坏优劣 才能分得出来 骑着鞋走 还是穿着鞋走 穿着鞋走 穿着鞋 对了 人生还真是别那么任性 穿上吧 两位请回吧 回吧 请关门 请开门 谢谢你们请回 今天算复合了 问题老师们都说出来了 女生 好好爱这个男生 男生 爱得不要那么狭隘 不要只爱自己 其实这个女生今天从那儿出来的行为 就合乎了你那句话 你怎么那么不精致 来吧 我们一起来见证 属于他们自己的浪漫时刻吧 各位请见证 我吧 跟你说 这你在一起没特别用心 我觉得吧 谁吧 都有过错的时候 也都有过不懂事的时候 我给你一次机会 不代表我们现在和好 而是我们一起继续相处 我们一起成长 我知道我愿意 你愿意嫁给我 我现在不愿意 我会留到那一天 那到时候再说 谢谢各位老师 还有主持人 谢谢你们 来 请亮灯 我两天送给你 药保湿 易北湿 好好保持你们的爱情 两位请回 谢谢 谢谢